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这个向战 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 那么3月15号就要投票了 所以我们的选民呢 你们看到的是刚刚我们的转播 吕秀莲的这个绿色执政之业 还有我们也转潢过这个新党的赖莱坤 不过呢 我们邀请这个方立修 但是呢 迟迟不敢出面 他说他在倒垃圾 不过呢 明天就要选选举了 所以这些气氛路会越热烈 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是 整个桃源县的这个选举呢 事实上呢 都是代理人的战争 一方面我们看到陈水扁跟李登辉总统 两个人在斗嘴 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朱高正呢 有所谓的 选这个赖莱坤 就是要来保这个朱高正 所以我们看到上面的人在那里 这个桃源县说 来看看今天的漫画 今天的漫画说呢 这个朱高正呢 李登辉跟这个陈水扁呢 他们上面的桃源县说 所以上面这比较好看 那么海边的这个桃源县的这个播算呢 就没有人要看了 不过呢 另外呢 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一次的选举以外 我们台湾呢 其实各个县市呢 也已经呢 开始准备要这个 很多这种县长的提名候选人 已经开始在努力了 另外 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了一则新闻 这则新闻是说 这个中共方面呢 已经答应了许多台湾的这个航商呢 已经准取这个7家 可以为各方港直接施起来带掉 关于这个两岸直航的问题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刚好也请到了一位 两岸直航的专家 这一位是我们台中县的议长 林敏林先生来到这个现场 我们更常来问一说 他对两岸直航 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 听说他还见过唐树辈 而且呢 为了台湾人的尊严 我们再把唐树辈灌斗里喝了 那先来观察阿炮呢 有什么样的 关于林敏林议长的资料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渔夫评论超级特派员阿炮 大家好 我就是阿炮 这个最近讲话可能要收敛一点 昨天我们介绍这个廖部长 到我们节目中来访问 听说我在这个节目中 有提到了一个云林姓黑的 反正就是那个人 这个不小心 可能说的不够完美的样子 所以听说有人打电话来 非常关切我 所以我最近可能要去找廖部长 24小时这个警察保护一下 否则我的人生生命会有危险 好了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 好来我们今天这个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林敏林台中县议会的议长 林议长是1949年生于台中县龙井乡大渡山 他是淡江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外号 叫做Big Lin Big Lin就是B-I-G Big Lin就是大铃 可是这个大铃不是廖大铃 他是本身的Big Lin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够Big呢 我们等一下这个来宾进来看 你就知道了 好这个林医长从小在家里是很迷藏的 不过这个他从事非常非常多种的一个事业 退伍以后做过这个旅行业 做过自协业 做过建筑业 做过房地产 做过这个休闲事业 现在还要传播事业 他事业的拓展已经从小小的一个台中县 一直拓展到全台湾 又拓展到海峡的两岸 最后可能要拓展到全世界 事业做得真的是有够大的 然后呢 现在除了是台中县议会议长之外 还是台中县议销大队的大队长 台中县的体育会的理事长 台中县工业会荣誉理事长 台中县执行促进会的会长 哎呦怎么长那么多呢 不是啊 我意思是说怎么长那么大 不是啊 怎么每一个长都做得那么大 这个最近还要竞选台中县的县长 真的是长得更大更大更大 好 这个很多想出来参选的一些政界人士 其实在每次出来参选之前 都会到这个庙宇啊 或者是找个算命 给他个算一算 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从政的命 或者是到底这个参选之后 会不会中选呢 那我们这个也这个侧面探听到了 这个林医长啊 在这个想出来参选这个县长之前呢 也曾经去找过一个关心的摸骨师 摸骨 摸骨这个东西我真的是不太了解 这个摸骨到底是摸哪里 摸你的手骨 摸你的这个手背的骨头 还是摸这个肩胛骨 还是摸钉骨 不是钉骨 钉骨是牛排 摸你的肋骨 还是摸你的这个脊髓骨 尾椎骨 到底是摸哪一块骨头才摸得准呢 我们对这摸骨实在不是很了解 不过我到时听过一个故事啊 就是以前中部也曾经有一位 非常有名的一个摸骨师啊 每次到了选举啊 必定是这个门庭弱势啊 哎呦行李是有夠好的啦 我们就听说有一次啊 就有一个这个 那个 青党的候选人 哎呦这个在选举之前啊 就赶快去找这个摸骨师给他摸一摸 这摸一摸的结果啊 这个摸骨师就跟他说 嗯 你有百分之九十的希望会中选 哎呦这个行动 他说你就欢迎一个 趕快拿一百钱给他 就回去了 后来又有一个民进党的候选人啊 他这个也去找这个摸骨师 这个摸骨师给他摸一摸 他就跟他说 哎呦这个民进党的 这个好选 你欢迎和瓜姐拿一摸一摸 就走了 啊啊最后有一个国民党的 这个要好选人来找他 他的那个 这个摸骨师给他摸一摸他就说 嗯 你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希望会中选 哎呦这个国民党最欢迎拿最多钱 啊 到后来投票出来 国民是 果然是这个国民党的当选 這個新黨就非常氣 我就來找這個蘑菇師 我明明是聽你說 你說我沒有百分之九十的希望會中學 為什麼我又會落選呢 我又不是說你有百分之百的希望 我說你百分之九十啊 我怎麼知道你要隨機讀點現在百分之十咧 唉呦這個說實在 蘑菇師這個蘑菇啊 到底這個準不準 我們還是真是不了解 不過不知道這個林議長是不是有聽過 這個以前像這個 阿港伯先生 唉呦他不是也有一個傳說嗎 傳說他家裡有一尊牛 阿一的這個牛這個上面還有一個鼓小子 後面帶一台車有沒有 每次這個鼓小子要是稍微有一點 咳咳咳咳 我擋一下 沒關係怎麼擋 就表示他會升官了 後來就是因為這樣子阿港伯 每次升官的時候 那個鼓小子就真的動一下 一直動動動到他選總統的時候 那個鼓小子怎麼還不動 那就自己去把它動 一動因為身體太胖了不小心 阿砰撞就走 然後下了一頭看 那我才算 沒有沒有 最後一段這個我亂講 呵呵 這不是真的 不過我們倒是聽說這個 這個林議長家裡 真的也有點類似這種情形 有一個這個飯王 在家 這個供奉在家裡 聽說也有一段顯靈的事情 這個神明這個屁股 這個重選的希望 是不是更 真的會比較大 不過 既然是飯王爺要來給你祝福 那你們那個五戶潛水都都來 現在你在五戶外 五個都要祝福 這樣不是重選的機會 會更大 聽說這段故事還蠻有趣的 是不是在節目中 也可以我們介紹一下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聽說 這個林議長出來 他競選縣長的時候 聽說 如果他重選 要把這個台中縣 改變成一個台中縣的服務有限公司 喔唷 服務有限公司 到底這個經營規模是怎麼樣 裡面的裝潢設備是怎麼樣 是像百貨公司那裡 那麼多個櫃檯 隨便大家挑 大家選嗎 還是像西餐廳一樣 很多的服務人員 來給你祝福 還是像那個自助餐 一大堆菜 讓你這樣 穿菜 穿菜 到底要經營什麼樣的形式 今天是不是在節目中 也給我們好好詳細的介紹一下 好我們把現場交回余福先生 OK 我們非常謝謝阿炮 那麼我們的這個林議長 已經在我們的貴賓室 等了非常的久 所以呢 我們馬上來請他出來 李長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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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還在哪裡 台中太陽瓶 證明看你多久沒有去台中 所以要特別給你印象更像 是是是是 我一定要好 我今天吃吃的 要先來去台中 來 不過台中的朋友 來 先來跟台中鄉親 照顧一下 各位鄉親大家好 是 我是台中的餐廳 林民營 好 對我們餐廳的餐廳 好問題人 你也可以Fax這次 好我們的傳證號碼是 753-0912 753-0912 先讓我和二長的兩個 先吃一杯太陽瓶 我們才再來開四台 好 謝謝 謝謝 OK 歡迎再度回到 我們上這個太陽瓶來 晚上就先跟我們介紹一下 太陽瓶是怎麼會在好吃的 看你們台中這裡有牛 阿部位都沒有這樣 嗯 台中太陽瓶 我相信 相當久的歷史 是 在過去我去小時候 就是要吃太陽瓶 一直到現在差不多 可以說半路老了 也是要吃太陽瓶 一定吃幾口味 不好意思 所以證明太陽瓶 肉食的確有它的魅力 那麼比太陽瓶吃啦 有人說是整個拿出來吃 也有人說就是各衣櫃 所以台中太陽餅真的是在台中 在台中大家說出來都很簡單 住一個單路證明它這個歷史優遇 這麼多扣太陽餅的起床 我相信很多間 所以還是歡迎我們這裡好朋友 有時間再來我們台中吃太陽餅 是 你要去找藝長藝長請就好 不過藝長跟我們攝影師有很新鮮 我都不知道說可以像這樣就在這裡 所以藝長可見是有來行 不過我們比較常有來行的問題 要問他就是台中港兩岸直行的問題 不過這個問題請請我們先來看看 你的朋友對你的看法是怎樣 我們做看看 來 他的人很風氣 很幽默 他雖然說平常他很忙 但是他回到家裡 就是會讓我們覺得說全家 會覺得非常溫暖 林敏玲在我印象中 他是一個非常老實 憨厚的一個人 但是他也很奇怪 他在政治的崛起非常的順利 他從一個嘉陽高中的英文老師 突然間選憲議會議員 然後第二年他就當選議長 這在台中縣紅黑兩派夾殺之下 幾乎不可能的事他辦到了 那他在公議會的時候 從厚補理事一直到當理事長 從來公議會也沒有人說 厚補理事直接就跳理事長 明明也是第一個人 他跟我在議會裡面是世界的同事 他這個人可以用幾個字來形容他 是可以當朋友的朋友 因為他這個人沒有價值 林敏玲的這個人 對本身非常欠 對朋友就很高興 我從來過期我到我路邊 哭了 就吃一個烤肉飯 不是說要很大白場的這個人 林敏玲,你都吃烤肉飯嗎 真可能 真實在吃烤肉飯 還吃過太陽餅 所以這個體積就是這樣 所以說不是說麥靈 還是人家的 酒以前我體積就比較燙 個子不高 我炒你炒下去我們要一塊頭 是 沒有啦,沒關係啦 我想你頭沒炊氣 我頭沒炊氣 我頭沒炒你炒頭 所以可能 我體積本來就是比較大股 愛吃的我 不過我們知道 你也是這個台中 這個放球在金剛隊的 火園會會長 你是要放球還是怎樣 當然 現在說起來說現在 現在我是台中間 體育會醫師長 那麼這段時間來 待這個體育改 跟這些體育改 這些朋友做會 感覺體育實際上非常 特地人去推電 不管是對經過的管理 不管是對選手 女兒本身 對女兒的家庭 我相信都相當好的 一種的方式 就是讓它按體育再發電 那麼對放球這個 其實我對放球說起來 當然 經過放球的運動 我相信不要說我 我們每一位都非常了解 不過最重要的一段 我對房間有這個 一連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我記得我在國中鼻子 就是來台北 第一次來台北 很高興 以前這樣來台北 我來這裡 住了兩晚的當中 剛才去日本 日本的棒球隊 剛來台北 跟這什麼 永樂棒球隊 日本的 剛才打完之後 永樂並沒有輸 大家覺得奇怪 我們這第二名才打而已 還打而已 他一輸 大家的情緒 就不一樣 第一點是 紅葉有贏 第一點不是紅葉 我記得是 台北永樂國小 永樂國小的人 要去打 打完的時候 成績差不多 我只能贏一輸 第二天的時候 就是換紅葉棒球隊去去打 打一下 贏了很多 就在那一瞬間 整個全國 大家以前 不要說想到一半的棒球 絕對是贏了我們 不改技術 那麼在這個當中 一下子把全國的 整個哨棒運動 可以說非常 就一次的 就這麼帶到 一個非常不同的境界 所以這個運送 我真心 真心 真心 都連過來的時候 跟其他的好朋友一樣 都在那邊 三個半邊去看 那麼一直這樣來的時候 我始終這樣相信 這個運動的孩子 絕對不會變壞 是 尤其你說 這個 這個 很多我們目前 已經有的這些運動 棒球這種東西 是一種團隊 是一種合作精神 是 尤其這一次 我為什麼 跳出來說 金剛這個 說真的 中華職棒 目前大家也蠻清楚 染上的一些 大家都不願意見的 這些武術 我們不要說 真的不要去想 的問題 怎麼樣套過 我們這些公司人 後來提供這些好朋友 共同 讓我們現在 中心的 有一個 比較清潔的 有一個健康的 這個棒球運動 所以我現在是說 要來幫忙 不過這個壓球 像你在說的 這個 湯頭在說的 擁熱跟鳳葉 打贏這個分類後 給我們台灣人的一個 尊嚴 對 尊嚴 來 講到這個台灣人的尊嚴 我就要問你 我看到你這裡 你這裡 這個含這個 唐素貝 兩個 在這裡 你 你頒獎給他 還是他頒獎給你 紀念拜 是 紀念拜 不過你去到台下的時候 你有跟這個 唐素貝有接觸過 那麼 針對到這個 台中間的兩桿 直行的問題 你有很多 警察 請問你這個 簡單的問題 去那裡有跟唐素貝 看得到嗎 差不多啦 看得到 他有說一句話 就大家在那個 中間 跟他說 議長 我晚上跟你談 這麼幾個鐘頭下來 比海基會 海協會 談了幾年 還多 還具體 這樣 這樣有 你意思是說 海基會海協會 怎麼可以關起來 就對了 我不敢這樣說 我不敢這樣說 但是紀念 證明 當然 這個定位不同 我們是完全以希望 將來能夠 政策 政策性 能夠直行的時候 我們希望 把真正的台中港 介紹給對方 真正 政策性能夠直行的時候 我們把台中港真正的面貌 呈現給對方 拜託他們 來走台中港 秘密的一個東西 要來台灣 大家都做行李 我退台中港港港港 主要是這樣 說到後來他說 要送 後面如果有東西 要按我們這裡 但是現在有 高雄港港 現在是由高雄港 開始 有說政策性 嚴重 是 那麼你政策的 為什麼 你認為台中港 是一個很適合的地方 這個 當然政府的政策 他 我俗這個 最記載的民意代表 我們沒辦法去 考慮就全盤了 不過 我可以了解 就是說 政府在這個 境外轉運中心 這件問題的頂端 是從高雄開始 高雄港開始 然後接著馬上 過很短的時間 一兩個月以後 馬上宣布 台中跟基隆 也一樣的 作為境外轉運中心 為什麼 當然 我們不要再有人說 政治上的可能 不過政府呢 到最後 必將也會走這個 也是腳步也是一樣 現在因為他從話說 要從頭開始 要選雞人 我在想也不通 選台中 如果說台中就建設 就好像沒機會 跟高雄那樣 那樣 那樣遠遠 只要去選擇台中 反而會有一些 阿Q會 反正有人有意見 那麼他就由高雄開始 那麼高雄 所以這種 高雄選擇以後 我們就開始 現在說高雄就可以進行 我相信 也想 我百分之一 我一定有自己的信心 因為實際上 台中港 在這個地理環境的位置 在現在 那港本身 所給議員 這個建設的條件 絕對是 不會比 其他 所有其他的 不要說人流的地方 比其他的地方 絕對是有更好 沒有更差 尤其它是一個 已經在開發中的處理港 那麼這個呢 剛才那個十七八歲 那十七八歲 等候塑造 等水的時候 你如果已經三十八歲 黏著生的時候 就這樣 你這樣說的是高雄嗎 我無法說 無法說 無法說 以上這是純屬 無中語不聽 他在找打賴沒用 不過我們有很多傳真 我們先來聽這些傳真 先讓我們以後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就等 好 OK 歡迎再次回到 《亂加工在地關店》 漁夫的評論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請到的是 台中縣議會的議長 林敏林 林議長來到我們這個現場 不過林議長一來的時候 就說 要給我拚漫畫 你要拚館長什麼 要給我拚漫畫 來 送我快遞 來 快遞 來 快遞 來 這位台中送來 既然要來給我拚漫畫 來 看這張 這是人給你學的書名 人給我學 這個 來 因為我來這裡 所以民警長 所以民警長 我學起來不一樣 來 這張是人給你學的 你這是說有專人在 對啦 朋友 朋友 一些外董事 你看這個是棒球的 是 棒球 我的標準姿勢就是這樣子 這樣是什麼意思 讚 讚的意思就是 來 這個呢 這個呢 至少這東西標準的姿勢 你不知道抽到一盒 沒有抽到一盒 要怎麼辦 不一定 但是我們另外另外 後面還有另外 遞一盒就好了 這是什麼 這是因為我做這個 義肖大隊的大隊長 作文在打火 打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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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火用的 來 這是救火 你這個 有人作文 我一盒一盒給你畫 我朋友說要這樣好 我可以畫一些來做 醋味醋味 有想要我給你畫嗎 不過我會給你作弄 我會有想要 看 看 改畫在哪裡 要畫 不過我會給你作弄 我會先給你畫 他會開玩笑 好 來 我們現在再說到 台中港的直航問題 師兄 這裡有很多問題 我們來聽聽一些 朋友看 來 他現在是相當致力於 這個台中港的通航 以及兩項直航這種關係 他非常的賣力在做 但是除了這方面呢 因為在台中縣裡面呢 有許多觀光資源 觀光事業的資源還可以開發 我想這個是應該他今後當縣長 可以去努力的目標 其他就是在非常傷腦筋的 應該是我們目前全省各地 都非常傷腦筋的這個垃圾問題 我想這個也是他今後 在縣政方面需要在賣力的地方 台中縣的發展 如果不從台中港的直航開始 成為真正的國際港的話呢 那是旺坦台中縣的發展 那林議長他也看 很早他就看中了這一點 所以他這幾年來 尤其第二任的議長呢 他大力的鼓吹政府的直航 應該擺在台中港 結帽特機應該設在台中縣 運動台中港的方便要來中市 因為我們這個台中港 在中部地区是一個很好的艱口 尤其在議長的任內 跟理事長進來 帶團去跟對方和協商組合 希望可以促進來奪行 那沒想到就促進了 因為台中港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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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 此為止 我們 Cyril Farma, ノ 同德的議長 目前對方議長要跟這一旁講的 地方還有目前那個進展 如何 我跟中國大力方面的情形 是 當然我長得鼓吹zinho 記得這個 Antes的問題 最重要的希望是絕對在台中港 因為過去是這個時候 他我們中部人本身的感覺 政府看我們中部人吃不下 政府看你們中部人吃不下 這是普遍大家所謂的 縱南北清中部 大家彼此好像都蠻有這種想法 所以又包括什麼 有的說你看 中部比比的村一個省政府最好而已 那省政府也不去 就不去 要去王菲丁去 是 省政府也不去 所以這些觀念 尤其是台中港當初設計 在民國65年的時候 開始建設的巡視 到85年就安省要有50萬人 台中港特典府裡面 結果現在多少 26萬 那幾年怎麼長這麼多 政府本身這麼多 措施對不到 一句話就是說 對中部這個台中港的開發 並沒有真正 賣力去做 這是中部人普遍的心聲 包括中部國際規定 印童政府實在也要找一個人 點到一角 政府轉到平庭 所以因為這個問題 所以 在我們本身 不管是議員 好 中部這個 以及我個人 一直感到說 中部要發展 我們將來的進行當然 台中港一定要有分 將來最重要的 一個經貿特區 經貿特區 一定要寫在台中港 唯一 現在的時間 只有台中港 才有辦法設置一個非常非常 完全的經貿特區 因為在這個經貿特區裡面 所有的資金人員 會物都聽我自由流通水 那是什麼 那是後面 我們台灣的一個命脈 李總統有當真正的命脈 後面最好的 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經貿特區真正 能夠取代目前整個工業 朝向世界朝向 中國大陸發展 那麼唯一 有辦法做一個很完整的經貿特區 是只有台中港 所以 有人在說 你怎麼在那邊打拚 你怎麼會 像唯一台中港一直撒 是這個 後面不但像是台中港 後面甚至於中部特區 經國的發展跟台灣後面 面對中間 面對世界的條件 這個經貿特區 是後面全形中間 一定要去做的 教理你講的 就是說這個台中港 如果有這個 你所理的理想 去推動的位子 就是說將來這個經國 這個中部的經國可以帶動起來 所以你現在就開始來參選 這個台中港 所以我 久不久我來認識 我們探討會問 他說關西摩古 先來講一下 關西摩古 說你的條件是怎樣 好 當然這點我是覺得這樣 不管是說政治 你參與政治也好 甚至於 我在想這些藝人 接吻民主持人 我就不敢說你了 這不知道有沒有 我就不敢說 藝人好像大家都比較對這些 天啊 我是一直告訴我 我是沒有摩古 我是用暗謀 明明中 有一些無形的東西 無形的東西 無形的東西 在什麼時候 我們要去注意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時候 不過我個人是有這點 我如果當中十字路口 到底是要走頭前 要是要走右邊 要走左邊的時候 如果在這個捷骨眼上的話 我會去找一些無形 做參考 做一個參考 就是這樣 所以有機會先去 他為什麼 關西那 去讓我這樣 要怎麼把你摩古 怎麼摩 其實喔 其實你跟我一樣 我怎麼不知道 我剛才是說 我去不知道要穿 要穿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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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要摸到什麼地方 然後摸到什麼地方 我只是摸一天 就只有我這個姿 手指頭 去到你 我是說蠻準的 我去喔 這跟何點才說 沒關係 我說一個結果就好了 你說一個閣長就好了 閣長的選擇 我簡單來說 也不是打功課 他問我三個月 你住在那裡 你生三 你幾歲 三個月而已 他說你 摸摸說你 台中廣議會議長做了兩次 我現在看中廠 完全是一直吹一直吹 以前你做多少次 差不多半年前 半年前 他也不知道你是議長嗎 完全不知道 真厲害 是不是 有跟你問出 我問問這個有關上的行嗎 有嗎 有嗎 反正你都摸到這樣 摸到這樣 有聲就有聲 那其他的東西 這是情歌 我在想 一方面是在排毀十字路口也好 還是說一些事情 增加自己的信心 不過我們這是 譚總統在說的是做參考 我們實際上要來講 就是說 我們在電影上 我們知道這個台中間 有這個黑牌跟這個紅牌 你可能將來有很多 現實人生的問題 可能這些問題 我再來問你 先給你一個問題 來 OK 歡迎再度回到 我們在這官方的漁夫評論 我們這邊有非常多的 這個朋友傳真進來 首先這一位呢 顯然是這個支持議長的 他希望你呢 趕快出來選這個台中 台中縣的縣長 那另外一位呢 是說台中縣是 有沒有可能合併為這個 一個縣 不過這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來談 我們先來跟這個議長談的 就是說我們知道這個 台中縣過去有這個黑派跟紅派 這樣子的一個區分 那我們知道這個 現在目前的這個 立法院院長劉松帆先生呢 他是屬於這個紅派 館長了他也紅派 你也紅派 都你們紅派 這樣黑派就說 我們黑派沒出來 雖然我們就即將就撞去 我們都在妹派 會這樣嗎 其實 我們現在來說 我要來參選議長的時候 是 那個時候也有人說 館長撩撩的是紅的 是啊 議長我給你做 你也紅的 會這樣撈整個台中縣 你都一樣撈去賣就好了 對啊 那整個黑派就做一個都沒去 說什麼話 什麼比較難聽的話就有人說出來 這我相信在那段時間 但是我很平心靜氣 很誠懇我們回過頭來 說真的這百年來 這百年來 如果去跟縣長打分數的話 雖然 有人說館長派批去 館長做人的做事的 我們不要說 政績來講 平洋心 你跟百年館去比 台中館應當 是沒去輸人的 紅的嘛 那麼議會 絕對會產生很大的阿急 在這中間議會 都會亂吵吵的議會 但是我跟 我們這位好朋友說 我相信 更問我的議員當然 這段時間來 所以我相信 這所有的事情 是在什麼 在人的問題 在人的問題 我這七年在議會裡面 當然這樣說 有人會說 你我就 我要說 我認為議會 不必用表懸 所以說起來 民主政治不表決 怎麼有道理 不必表懸 為什麼不表決 都像協調就對了 好多事情 在台中我做的 因為所有的議員 是來自 代表的每一個地方 不同的族群 然後 也是我們這鄉親的意見 來這裡要去找什麼 找交集 所以我相信 在我個人 絕對有那種能力 絕對我有那種耐性 我就所有議員的意見 綜合起來 然後 那一條首有議員 認同了以後 才做結論 我想這個結論 有幾位人在說 雖不滿意 但是彼此大家都能夠接受 政治 我想是一種協商 那政治既然是一種協商的話 我們把好的多留一點 把最不好的 我們減低它傷害的程度 我相信這就是這樣 所以 你如果要說這樣 你起來 尤其 現在說 我做派黑 當然雙氣 誰有這個派黑 你倒三天的人就是派黑 是 倒三天的人就是 你就是 你就是餘夫那派黑 是 你如果叫我來兩邊 我後面就變怡夫那派黑的人 對嗎 我這種代表什麼 代表有在做會而已 所以這邊不是說天性 你認為派黑的問題 不是說這麼多的嚴重 不過你的董事長有一些 對派黑的看法 我們再來做看看 目前的這個派系輪政 在台中縣來講 這個是早期的事 如果想到現在還在輪政的話 我保證本黨會執政 而不是你國民黨會執政 你們繼續去亂吧 我想以現在 紅黑兩派的人馬 登記了這麼頻繁的人馬 我想民意調查已經都出來 國民黨 台中縣黨部一直不敢 不敢公佈 我想是有原因的 輪政的話 如果再繼續阻礙在台中縣的話 我想你可以看到 馬上國民黨就會淪陷 台中縣的紅黑派這個問題 存在很久了 因為有台中縣政以來 就有這種紅黑派這種事情 早期來講 應該是非常良性的互動 這個在國民黨畫面 是一個非常良性的互動 那麼但是現在目前面對的 應該是黨跟黨的這種競爭 應該不是派系的問題了 是啊 不過我們所知道的就是說 目前聽說這個黑派部分 有人甚至上座李登輝 做你一大本 希望叫他不要來幫你拿名 最好是去拿名這個黑派的人 叫倫理應該是黑派的人先來 當然啦 這個現在的人 國民的意見都可以去表達嘛 有人這樣做絕對也有 也有人說你不可以讓這個黑派的人去做 一定不可以什麼 舉出非常非常多 事事而非 還是說很多理由什麼 這個難免絕對是會的 但是現在一個重要的關鍵 現在的國民黨已經不是以前說 我就這塊要放在那邊已經不是那種槓桿原理的 已經不是那種時代 何況台中線大家也知道 又有了個洋系 那麼我請問 那如果洋天生 洋董事長這邊 他今天一個很優秀的人出來 他要論到當時 人家說論到逼好 逼當時的好你比較知道 逼當時的好 你怡夫嘛你比較知道 逼的好 所以我覺得這第一 英東時代不一樣 如果以前國民黨有那個靈力 好結席洋氣 讓洋天生的人出來 這樣喔 兩個過再來換第三個 請問現在國民黨有那個靈力 應該是他人材為主啦 不應該是 所以這是要他基層真正的服務 要讓董王去堅定 讓鄉親去堅定 不過我所知道就是說 人家除了這個黑牌 有跟你上座議員 就是說好像黨中央也很明白的 就是說有跟你暗示 就是希望說 我哪是黑牌出來 那麼人家說 你現在目前只要是要爭出開放 開放最後是紅黑兩牌 因為你要參選到哪裡嘛 這個我個人 我比較會去面對現實 你以為說 我就靠黨的這個保護傘 一定要把他拿名 不然把他拿名不可以 以其這樣子 我在想我可以退一步 我怎麼退一步 我希望接受公平公正的競爭 甚至於 我本來就說過 廣東部登記後的時候 政黨我們11月 他要有一個透明的遊戲規則出來 那麼憲黨部你來做裁判 你來做裁判 只要是公平公正的競爭 不管什麼方式 只要我們11月 跟我們這些國民黨有董環 大家認同說這合理 那麼這樣 大家就來做 時代不一樣 要去面對 甚至於說全民直選 我在想我也願意去接受 輸 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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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代表 選舉是很痛苦 主管長也很痛苦 但是 你既然有這個議員 你就是要去接受所有的民意考驗 去接受面對政黨的競爭 我在想 假設他以前那種方式 說不要這樣看 看他說我這個日子 比較多日子 或者沒有這個比較多月 我就用這個比較多月 看起來 比較多月的那種親材 親材 我相信運動不是那個時代 所以我個人也要對這個問題 也要希望 廣東坡 我們民政 當然是一個協商的時代 協商 如果沒有辦法得到結果的時候 我就一直很欽佩民進黨 他的提名制度 協商 協商不行 當然沒有 唯一 你們沒有協商 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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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政體這個問題 本來就是這樣 如果說的好事 大家都不用算 有可能 不可能 只是說自己黨內協商 但是一個階段以後 不行 所以我們 我還是 尤其是台中線 現在是轉型期 怎麼樣讓國民黨 真正能夠永遠執政 我在想 趁現在國民黨要來的時候 要去民主的現實 如果沒有一支很快 就馬馬上會變回 國民黨不可能一直在晚 我們也就把制度設好 我想現在李總統 他在意 要建立制度 要建立制度 他要建立 他退休以前 要有什麼制度 我在想 在管理裡面 這個制度 趁國民黨要來的時候 要去建立制度出來 國民黨 永遠有辦法 在台中間接種 我們在拜完阿炮 他在你有一些問題要問 我們再來做看看 來 這個林議長 最近可能要出馬 競選這個台中縣長 當然選民最關心的 當然就是這個 出來競選這個縣長的參選人 對於台中縣的這個建設 到底會將來會 創造一個什麼樣的美好的狀況 這個我相信是所有的選民 最關心 最期望的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 林議長有非常非常多的政見 可是我覺得 可能最吸引人的政見 可能不是新希望 新生命 可能是那句 看起來具體 可是又很模糊的那句話 叫做台中縣服務有限公司 我們實在是很 到現在目前為止 還不能很了解 這個到底這個狀況 實際有什麼狀況 所以我們利用最高科技 這個3D立體 以虛擬實境的電腦動畫 給我們這個 這個林議長 先來 來趕緊模擬一下 到時候這個 台中縣政府 會是一個什麼狀況 好 現在我們就開始 叮咚 歡迎光臨 先生請問幾位 一位是 沙發這邊請坐 押忍莫里 謝謝 請問要熱茶 咖啡 還是柳丁枝 要柳丁枝是嗎 熱的冰的 熱的是嗎 對不起 對不起 柳丁枝沒有熱的 冰的了 請問 這位先生 這是我們的菜單 不是菜單 這是我們的服務項目 請問先生 需要什麼樣的服務 盈利事業登記是嗎 請稍等 來 先生請往這邊走 電梯直上3樓 3034 呼叫 呼叫 3樓領台小批 3樓領台小批 請注意 是的 現在我們有一個庫客直到3樓 要辦理盈利事業登記 請顧客到3樓時 帶領他到3034辦理 好 謝謝 等到他辦理完畢之後 下來了 先生 請問我們的服務還滿意嗎 滿意啊 謝謝光臨 歡迎再度光臨 叮咚 先生還有事嗎 小費啊 不用不用不用 我們這裡服務 這個本來就是衛民服務 絕對不收任何小費的 謝謝 叮咚 好 請問我們的虛擬實境 不知道這個表現得怎麼樣 是不是很符合你的這個 台中服務有限公司的精神呢 好 我們把現場交回余夫先生 我告訴觀眾 你可以請這個阿炮 將來去 處理的 公文教的就對了 跟我想 真的是一種理想 相去不遠 可以 阿炮 阿炮 明天會三樓先四樓 好 馬上叫他四樓 好 我們有很多傳證 要跟他跳傳證 可以跟我們一起交給 來 謝謝 謝謝 歡迎回到我們家講在地的觀點 余福評論 不過在這一段裡面 已經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越來越銳利 所以要問他就是說 有人在說你 反正你告訴你參選的時候 很多人會跟你說你很多話 人家這樣說 你會出來參選議長是因為你的財務發生困難 參選出的管長 說你什麼把理想國借起來 台中的理想國借起來 所以你才會發現財務困難再出來算 那不是這個事情 我心情當時不是這樣 現在的時代 你說我參選管長要花錢 絕對要 是 真的我財務上說真的有困難 我只要選這次 尤其現在的時代 經過整個社會風氣也好 整個現在的社會架構 不過我以前有一點 我真的出來參選的時候 我會把我的所有事業 我會總掛幾 實際上我自己本身經營的目前經營的事業 像開始的時候在介紹 這個阿炮先生還是他在介紹 我有多少事業 其實那是家族家族在做的 但是有人會說 你在這個大學城 這個開發案上面 費了很大的勁 那麼這些東西都做成你很大的困難 大學城 是 就是台東跟鳳凡的這個經隔的案子 所以這種 當時就 這怎麼講 時代不一樣 現在有人要說什麼就說什麼 大學城勢在豐原 對嗎 我住在這裡 當然 你說你也可以去那什麼 我就已經沒錢了 我還去那我要去做什麼 所以很多 這真的我底下倒是 念 當初這個大學城的理想 一個理想 我是蠻贊成 一個理想 就是把社區跟大學 就跟牛津跟劍橋一樣的方式 來做一個台 那是館長一個理想 當然方法上 到後來 胎死腹中 那 我們的鄉親一下子沒有辦法接受 好壞我們不要去說 就是說 在這個方法上可能 我也跟館長在檢討還要改進 在這當中有的人也說 館長差多少地皮 我差多少地皮 實際上 唉唷 這個人的量力多少 是 對不對 這個人的量力多少 你有辦法去做 尤其是現在的時代 你說館長也好 我也也好 要去那裡 就已經知道要開發 要去那裡 尤其現在的資訊 也絕對不是說 好 我要來那裡 要來那裡做什麼 對 而且目前你說 每一邊 地方在反對開發案 都是鼓勵的 這些 地主 他們會去反對 那麼證明 這種也不是 真正說 有人說 唉唷 去插頭有什麼 台中縣的情形跟其他地方 台中縣到底是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 不過現在另外還有人還來拍拼 就是說 比如說拜爾案 拜爾來台中設廠的案 不是說 你呢 為了這個酸民的酸平 所以他來反對 可是你知道拜爾 對台灣 對台中是有好處的 有人這樣說嗎 這點我記得在開始的時候 我就一開始表明我的立定 目前我絕對反對拜爾 我絕對不是反對 我也知道說 從整個拜爾過去 在整個世界性的所謂環保模範生 我相信我們都 大家人都可以把他肯定 那到底不是人說的 這是世界性的 我一直在反對就是政府的 處理的方向 處理的方向到目前 受傷害最大的地方 是台中間 是台中間 當然 整個國家後面都受傷害 現在進入所謂二企環保 好 我不要反對 我不要反對 我怎麼說 就去轉做二企環保 環境影響評估出來以後 會過嗎 百分之一百會過 這哪有三個都不會過 因為政府 好 你要花一百萬元 來叫你花一千萬嘛 環部做得最好嘛 剛才晚上做得最好嘛 對不對 時間 你本來要一年來做三年嘛 也是要給過 我請問那個 市民上的出來之後 政府有那個能力 承認好 隨時都開工去做 有可能嗎 我相信目前 大家去台中間的所在 我們是民意代表 當然我們的資訊 要來自於老百姓 當然很多老百姓 並沒有 每個人都知道 我們可以進到道資 但是目前的情形 你大家 我討一句 我們台中的人說 你現在只要去五車港那裡 只要讓一間 拜二吉馬店 你睡不著 明天在照拜 絕對把你打開 所以一般的吉民 對這個 已經對這個事情 因為 不要說不了解 政府本身 已經都是重用 攻擊 什麼事情就要這樣做 造成 我再說一個比較厚的技術 台中館長和五車店的店 對經過案 民政並沒有技術 任何訊息 包括在已經說 什麼新議會要用修法 要來讓這個租金 能夠不受五十年的限制 資金 租金 不受地價的調整 包括要去修法的時候 館長也不知道 地方的這些租金也不知道 當然我沒有記住 境價 也不知道 所以我現在反對 政府這件事 已經沒有辦法來 最好 還出了人民的信任就對了 是 所以當然 我們贊成 世界上的大公司來台中館開發 這是不要說 我是台中館的一份主 由中部的人 台灣姓人 大家也同意 但是我們是希望 他帶來 是對我們地方 對經濟 真的有正面的 會把我們導三天 會讓我們的工業發展 結果我們法連拜二來這裡 造成地方 已經不開始 已經沒有那個信任感 就已經混亂起來 岸川有大家像 這個地方的一個 訂定話說 名菜要移行 車敗不下去 所以 秀吉人要參加 我們看的 實在也很傷心 不過 環境這個案子 比如說環保 這些東西 不是金牌的處理 處理這樣還是不行 吃這個也行 吃那個也行 不過不然這樣 我們已經想幾分鐘的時間 換一個比較緊張的位置 來做個結束 我們一直要問你說 你說環王爺先人 到底是怎樣 你也說一下我們大家聽看看 來 當然 或是有回到 我說人要有信用 是 我一直覺得 我會放人 不管是你信什麼搞 一定要有信用 是 有信用的人不去做派 有信用的人 都會覺得舉頭三十 有神明 所以我自己 剛才我自己 以這個 一方面的勉勵 一方面我也自己說 不是說沒有人在看 是不可以在看 就因為這樣 所以我 因為在地下 有人說人心風水地 現在沒法 很多人在問什麼 問什麼 說真的對這個風水 對什麼 對這些無形 是 我沒有辦法去體會 在當中 只好 在我地下 就說要 這廟廟裡面 就給我 這個 五富潛水 是 那麼我們現在五富潛水 有在當地 跟我們體生活一樣 就反 反富潛水在當地 所以在這個中間 包括 為我爸爸 十幾年 因為你直接說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個身體的問題 所以給我 好幾次的體驗 包括我選舉的時候 經過 落下的時候 到現在為止 什麼人跟我說什麼 我就不一定會去聽 我們反富潛水 跟我說什麼 跟他說你算 我會不顧一切 我就跳下去 原來就是這樣 好 來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議長 議長是一個有信用 我們還是希望 做人實在是要有信用 要成分最重要 好 來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議長 來跟我們很誠懇的 這個 談到他要重申的理念 跟他要競選 台東館長的緣由 好 非常感謝這個議長 也非常大家的收看 來 後來有機會 我們這個台中見 好 謝謝 謝謝 再見 謝謝 謝謝 謝謝